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荣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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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urius Solabelus 或者水银 荣拱就是荣的水银 荣拱的人 适合的人 很多时候是比较上 是 头发浅色一些 还有肌肉 和皮肤 都是比较松弛的 大家知道水银 水银是通常 是作为一种寒鼠表 它冷缩 热胀 对温度是很敏感的 所以 荣拱这个疗剂的症状 通常都是 对很多东西 都是过分反应的 就是等于温度 小小温度的 升 它就会涨 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 你会见到那些人 荣拱的病人 通常 就会有很多的敏感 当然 你见到很多敏感的疗剂 另外一种就是 Natrum Carb 碳酸藍 除了这个就是质白 还有那个临病 临病的Meterhinum 都是属于 很多敏感的人 它对很多事物 都是非常敏感 尤其是对天气 和温度的改变 在神话 希腊神话里面 Mercury 是一个 一个信者 带信的 那个 传递信的 通信者 所以 荣拱的人 很多时候 会有些 沟通上的问题 尤其是小孩子 他有耳朵痛 还有很多时候 他们会有口吃的 沟通上有些障碍 有些障碍的 这个人 通常是很不安定 常常都好像 好像赶头赶路 很容易变 很不稳定 和是过度反应的 所以 荣拱的病人 通常你觉得他就好像 就是噴噴噗噗噗 那样 好像赶头赶路 那样的 荣拱还有一个情况 这个疗劑就有很多 出汗 过度出汗 和荣拱的汗 通常都是比较有味的 有些气味的汗 很明显 这个反映里面很多毒素 还有很多破坏的身体 也有的就是口水 大量的口水 液体不断流出 如果口汗 有很多臭味 口气很重 或者口部的沟洋 都是这个疗劑 那荣拱 这个除了对温度 特别是敏感 就是少少热又不行 少少冻又不行 那样 其实这个疗劑 都是代表了 一个免疫系统 崩溃了的免疫系统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有一大堆的 过去的病历 就用过很多抗生素 过去就曾经经常的 喉咙痛 那个鼻痘的毛病 肝 病毒的感染 最终最终 就免疫的机制 是崩溃了 那对他们 对人生的经历 他们都是通常 是过分地反应 高高低低经历过很多 好像寒暑表里面 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所以这种人 拱形的人 通常都是不稳定 反应很强 还有战战兢兢的 不定性的 他们很多时候 会发梦 发到自己的旅游 或者是搬遷 那种不安的感觉 那种感觉 那些小孩 他都是好像很不安的 好像对那些天气的任何改变 他们很容易就会 天气一变 喉咙痛 或者耳朵痛 所以他对很多 就是很多的外面的环境 他都是很难去 很难抵御 所以非常之不平衡 非常之不安 对所有的事物都是 荣拱有时都发梦 发到一些水灾 或者他有些关于水的患觉 和水有关的 那荣拱人通常 那个 那个 老代都是比较缓慢的 那你会想一下 这些人是很急的 好像怎么会缓慢 一个人这么性急的人 但是主要的原因 他们缓慢 就是他们不是很有效率做事的 做事都是方方忽忽地去搞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做事效果很差的 用的人通常是很难触摸的 好像水灾那样 你捉他捉他 他走来走去 其实很难触摸的 但是他对很多东西 他反应都是特别强烈的 那做事做得慢的人 除了荣拱之外 我亦都那个 楼酸钙 和楼酸背 Bereta card 叫Carrie card 那你会发现 他通常都是做事比较慢 有不同程度的原因做事慢的 就是因为他效率很低 他组织能力差 所以做事就是七手鸭脚 很多时候做得不得有效率 所以就慢了 他对自己的精力方面 都很难有好规律 有效率来控制得到 所以这种人很多时候 就对一些 外面的环境 敏感 经常性 重复的 长期的喉咙痛 和耳朵痛 很多时候有些长期的耳朵痛 如果你遇到一些耳朵痛的情况 整个月都不清 每次天气一改变 他就又理了 这种很严重的 耳朵痛通常是拱的耳朵痛 里面有很多发炎 很多分泌 还有这种 这种更严重的耳朵发炎 耳朵痛 通常他们过去就因为不断的 情绿痕出现 用了很多很多抗生素 甚至可能耳朵不断的有分泌 他就开始放了一些耳管 把耳朵放进去来都放浓 还有就是喉咙痛 发烧 喉咙痛 有时候浓了水后 又发烧喉咙痛 这也是一个溶拱的症状 这种情况就是 牙里面有很多 很多飞肢 很多农仓 长期的 尤其是在牙齿 牙周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症状 荣拱是因为除了抗生素 长期抗生素 破坏免疫 也会因为疫苗注射 所以你看到这种人 通常都是走来走去 整天都好像赶头赶势 但做事就没有效果 通常人是很弱的 荣拱的分泌通常都是比较刺激 有种磨损的 除了是子宫 其他地方通常那些分泌物 都是很刺激 很刺激的 荣拱在喉咙痛 那种喉咙痛 通常是一种刺痛 或者好像喘的痛 是用 raw feeling 那种痛 这是一个拱重心的症状 这种喉咙痛的症状 但是呢 有两种是拱的疗剂 就视乎是喉咙痛发生在左边右边 如果喉咙痛是在右边的话 我们就会用一种叫做 癫化拱 Mercurius Iodatum Flavins 癫化拱 如果喉咙痛很严重的喉咙痛 倾向于在左边 我们的疗剂就叫做 虹颠化拱 Mercurius Iodatus Ruba Ruba即是红色的意思 拱除了容拱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corrosivus corrosivus 就是一种蝕的拱 就是侵犯的拱 就是corrosiv Mercurorrosiv 这个拱的疗剂 很多时候是用一些弱疾 吐射 或者很严重的 膀胱炎 又生气 又有很大量的血出现 这种 Mercurius Corrosiv 就比较適合 好了 拱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很臭 口气很臭 那个汗也很臭 分泌也很臭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情况 还有的时候 他们发现口汗 就好像有一些 金属的感觉 汗尾很大 拱也可以用在一种神经系统的毛病 这种就好像柏金须 这种这样的 就是柏金须人 营机大了 由震下下 震震抖抖 通常他人的情况 好像很不安 还有好像很赶赶赶赶来赶去 但他是做不到的 这个是一个柏金须的很典型的情状 拱也是是一个很相似柏金须这种情状 拱拱對一般的風很敏感 一些風都會令到它們很冷 而且對於聽覺和說話都比較差 因為它們的想法比較不慢 還有一個應用 拱可以這樣說 對很多牙周牙齒的病是很好用的 口腔牙齒的病例如牙倉 牙齒出血、口腔潰爛、牙齒鬆落 牙筋即牙筋縮 甚至乎看好牙倉 有些濃的牙倉 這些人很多時候在睡覺會流口水 尤其很多時候小朋友或小孩子 說話就可能很口吃疾疾 流口水 腦筋很慢 這些都是拱的症狀 拱通常夜晚黑會差 很多症狀夜晚黑會特別差 還有拱後期、尾期的病 很多時候會影響骨落 有些人夜晚黑是骨痛 這可能是拱的症狀 拱的人除了汗臭 也有很大汗 雖然出了大汗之後 他們都不會說出了汗之後舒服些 未必的 都覺得未必舒服的 還有肺、鼻、子宮、結腸 通常有很多長期的分泌 拱的人走路很快 因為他們很急 很快 很趕 所以你看他們走路走得快 但當然走路未必穩定 唯一一個情況他們舒服就是躺平 拱的人對什麼問題都好 他們都覺得躺下就舒服些 而且很多其他的東西 例如氣味、聲音、光 天氣的改變 都令到他們覺得不舒服 唯一一件事他們覺得舒服 是靜靜地躺平 用力都覺得不可以 港人很容易累 而且他們喜歡吃麵包和牛油麵包 雖然我剛才說他們口裡有很多流口水 但很多出汗 但他們認得很口寒 雖然口水多多 但口不是很乾的 是很多口水的 但他們認得感覺到很口乾的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地圖舌 拱那裏很多出現地圖舌 在舌頭就有地圖的痕跡 裂了口氣重 潰爛 有一塊一塊的白塊 這些 這是地圖舌拱的一個症狀 很多時候用在愛滋病的病人 或者免疫能力很弱的病人 很多時候對很多食物都會敏感 也可以用在卵巢的問題 或者卵巢的水廊 出現的症狀就有一種灼熱和刺痛的感覺 也是一個療劑對付乳癌 乳癌通常是有些鬼爛 還有很多臭的分泌 腐臭的分泌 這對牙周的問題 牙齒問題 很多時候做了牙手術 出現了感染 或者到了牙筋之後 裡面就有些濃瘡 令牙肉爆了出來 接著病者也有口水 在那時候流得特別多 也可能會有口氣、口味 這也是一個拱的最好應用的療劑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約?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op.com.hk online.house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